食人族部落的人看到人就抓来吃 现代人被绑起来挂在树上 最后活活被食人族给吃掉 其他的同伴知道他被食人族吃掉后 断断续续的不停有人进山去寻找 但是这些食人族太过于狡猾 知道有很多现代人进入森林里 他们只需负责守住带兔几个 加上现在食人族的人越来越多 凡是来到这里的人都被食人族给抓到 能活着回去的就只有个别的 只要是被食人族遇见的 就没有一个能活着逃出他们的手掌心 加上食人族的人对森林里了如指掌 他们抓现代人就非常的轻松 几秒钟的时间就能抓走一个 当另一个同伴来到这里时 只看到同伴已经被拖走 而他正想逃走时 一群食人族的人立马将他围住 男人看着食人族丑陋的面孔 就被吓得发抖晕倒过去 而这也正合了食人族的意 被抓到的现代人就当场被他们给吃掉 这也是食人族最爱的食物 不到半小时就被食人族给吃完 但有的人就始终不信这个血 于是花高价请人来对付食人族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富 就在他们要楷树来设陷阱时 突然之间一闪而过就将他带走 另一个人被吓得直冒冷汗 而食人族就跟鬼一样神出鬼梦 把他们吓得脸都黑了 就当他悄悄回来查看时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 男人瞬间掉入挖好的坑里面 这时的食人族也立马从树上跳下来 看着有肉吃了不停在流口水 而男人自然也被食人族带走吃掉 紧接着又把坑将树叶给填平 不让现代人看出任何破绽 食人族只需爬到树上等待 原本三人的他们现在只剩下一个 就当他不注意之时 食人族来到他的后面 使尽一拉提前放好的绳子 男人也瞬间被拉到树上倒立挂起 此时尽管男人如何拼命喊救命也没用 紧接着其他食人族人也赶过来 当男人看到食人族凶狠的面孔时 被吓得不停嗷嗷大叫 但现在被绑了为时已晚 最终三人都被食人族给绑起来带走 带到部落里给大家慢慢享用 这些不怕死的人最终还是贡献给了食人族 这些不怕输人 还好 就这样 人